来看国际消息 日本发生311地震和海啸以后 昨天晚上再次发生严重地震 南部雄本县昨晚发生里市6.5级地震 镇云深度只有11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截至目前当地出现超过100次渔震 地牛翻身也导致防止坍塌 部分住宅区更传出火警 目前有至少9人丧命 日本西南部在我国时间昨晚8点26分 地牛大翻身 镇阳接近雄本市 15年前日本311大地震后 全日本最严重的地震 更是九州地区史上第一次 发生如此严重的地震 里市6.5级的极浅层地震 造成多处房子倒塌 全县接近4万5千人 紧急撤离家园避难 当中一城丁受灾最严重 当地多处房子坍塌 来不及逃生的灾离受困房屋 当地也陆续传出火灾灾情 当局家派人员到场灌旧 地震导致14500户家庭 陷入断电窘境 地震发生至今 已经有接近800人送院救治 当中53人伤势严重 尽管这次地震没有造成海啸 但镇央距离全日本唯一运行的川内核电站 只有120公里 引发核灾疑虑 但当局证实核电站没有异状 地震发生后 高速公路路面变形 而九州铁路公司 今天开始暂停九州新干线 全部区间服务 雄本县部分工厂也宣布停工 以侧安全